好 迎接美國最高法院的兩項有利裁決 南加州華人同性戀組織熱烈的慶祝 認為這是歷史性的里程碑 不過呢 基督教牧師方正 他的看法不同 他呼籲基督徒不要灰心 要繼續遵守過十屆的生活 並且用基督的愛來原諒迷路的世人 同治權利 我本人來講 在美國振折了幾十年 情緒激動的差點飆出淚來 丁勇表示 他從08年起 反對加州8號提案 至今五年多的歲月 過程是一連串的歧視和痛苦掙扎 如今苦盡甘來 判到大法官判決 支持加州同性婚姻合法化 讓長達半世紀的美國同治平權運動 跨出歷史性的一大步 他感觸特別深 所以我非常高興 我今天是高興 因為我也哭了 因為我非常感動 摊開華人彩虹協會的巨大橫幅 丁勇驕傲地表示 這是南加州最著名的華人同性戀組織 因為他們選擇站出來 而一張張參與遊行的泛黃資料和照片 更是他們一次次爭取平等權益的光榮回憶 不過反對同性婚姻的牧師方正可不這樣看 我會告訴你有天堂 我會告訴你 我們在什麼地方的範圍之下 是屬於地獄 講了 但是信不信有你 所以我就鼓勵 曾經為反對同性戀 婚姻合法化的 這些努力過的這些選民 不要沮喪 要知道自己的選票是非常的重要 強調喜愛同志是天生 丁勇鼓勵更多華人同性戀者 勇敢站出來生活 也希望透過溝通 讓更多基督徒能了解 他們也是人 不是罪犯 不應該被歧視 而且有權過平等的生活 爭取更多平等權益 東正新聞 葉永志英雄文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 好